大家好,我是K 剛剛這輪歐聯賽果十分正路 實力比較強的球隊,例如拜仁、王馬、曼城、車仔 他們都能夠大比數勝出 所以大部分上盤都順利開出 看回這個星期的聯賽 我們同樣要注意某些強隊可能會有歐聯後遺症 尤其是西甲和義甲的球隊 因為他們下週中聯賽交開快車 又再下一週的週中又接著落有歐聯的比賽 變成連續兩個星期就一週相賽 所以這段時間球隊的教練極有可能有輪換流你的部署 所以大家這段時間下注可以留意下盤、入球勢和過球勢 順帶一提如果大家對足球有興趣的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打開小鈴鐺 以後我有新片發布 你就會馬上收到通知 如果覺得我分享的投注方法是可以幫到你的 請記得CLS、Comment、Like、Share 今個星期三場推介都會是星期日的比賽 但其實今晚都有幾場比賽 我們可以即場走地看看有沒有落著機會 有興趣的話可以加入我明天的群組 連結我已經放在留言欄置了頂 第一場就是明晚英超比賽 賓福特主場對著李斯特城 主隊暫時拿著12分 在聯賽積分榜排第9 其實以星巴馬來計算表現相當出色 看回之前幾場比賽 他們對著強隊的時候 完全不落下風 上一場他們20比1 輸了給車仔 有看場球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他們有很多次威脅射門 可惜最後都不能轉化成入球 這次主場面對著李斯特城 相信他們有能力是補不敗的 遊客隊李斯特城 今季表現就真的強差人意 暫時拿著11分 就排在積分榜第11位 看回原來更低於主隊賓福特 他們前幾天就剛踢了一場歐霸比賽 而且要作客去到路途遙遠莫斯科 一來一回 球員體力消耗不少 明晚這一場面對有一定實力的賓福特 他們要全取三分 估計就不太容易了 另外之前已經提到過 主隊賓福特 他們戰術的特性 是不會產生太多角球的 面對著反擊能力極強的李成 估計主隊教練 都不會冒險去主攻 剛剛也提到 客隊李成 因為球員看問題 他們也不太可能 全場90分鐘壓前 採用主攻的戰術 預計這場比賽 節奏應該不會太快 射門機會相對也會比較少 產生角球的機率也會比較低 所以這場建議賽前可以落著10.5勢 也要注意如果比賽組段出現了紅牌 我們即場就要看情況去做對衝 然後第二場是明晚二甲比賽 維羅納主場對著拉素 主隊暫時拿著8分 就排積分榜第13 表現相當一般 但以二甲中游分子來說 這個表現也是正常的 而客隊拉素 聯賽暫時拿著14分 積分榜排第5 今季表現就中規中矩 不算太好也不太差 那樣拉素 前幾天他們剛剛踢完一場歐霸比賽 回到二甲又要作嚇維羅納 剛剛也有提到 下週中二甲就加開快車 面對著這些密集賽程 教練部署就一定會採用一些 可以盡量保留體力的戰術 又看回主隊維羅納方面 他們本身也不會搏到很多角球 預計這場比賽的節奏應該不會太快 所以產生角球機率應該不會太高 跟剛剛那一場一樣 這場建議賽前落著角球勢 也是用一絕錢分開兩絕的方法 9.5和10.5勢 各落半主 也是一樣 如果比賽組段出現紅牌 我們才走地看回情況 決定需不需要做對沖 最後一場是聽西甲比賽 馬體會主場對黃蘇 主隊今季表現為止一般 聯賽暫時拿著17分 排積分榜第四 而客隊黃蘇他們多打一場 不過暫時拿著20分 積分榜就暫時排榜首 其實選這場的原因 主客兩隊他們週中各自都踢了一場比賽 所以他們的球員體力都一樣會有消耗 亦都是 加上未來兩星期密集賽程 今晚強強對決 估計兩邊都不敢冒進 大家都採用比較保守的戰術 預計這場比賽節奏不會太快 兩邊射門也不會太多 所以最後角球產生機率也不會太高 所以這場建議賽前都是落著角球勢 西甲聯賽普遍角球都比較少 所以莊家開盤的中位數是特別低了一格 所以這場我們就9.5和8.5勢過落半住 然後看即場我們也是用同樣的操作方法 如果比賽組段有紅牌出現 即場我們才看情況去決定是否需要做對沖 今個星期的深水推介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